F1 S 又有新作 那這隻騎之石 悟空 感覺出完法聖應該就是罩的型態 重點來了 原型是中澤伯之 幾乎就是悟空景品的保證 代理版 序號 上下半身兩個插銷底座 悟空罩的型態 臉部的表情 服裝跟做工 算是非常不錯 那F1 S這系列其實在 後期來講 真的憑良心說是有在持續進步當中 光是靠這種 罩的型態 的這種瞳孔跟眉毛 這些塗裝 還有臉上這種 類似戰損的痕跡 然後整個臉其實算是非常的像 因為中澤伯之 這個原型師 就是號稱悟空景品的第一把腳椅 然後頭髮的做工 哇看得出來 竟然分模線 幾乎找不到非常明顯的地方 而且 塗裝 跟這種法術感 其實算 非常的好看 雖然它不像賽爾仁之血有那種 金屬的 色澤感 但是這個罩 的這個配色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沈穩 而且在光線下 你會呈現 出不一樣的這種感覺 上半身 戰損部分 當然就只剩下 裡面的內衣 層次感跟 皺褶感 呈現出來的 視覺效果非常的強烈 胸前有一個小戰損的痕跡 然後 左右 袖口這邊 也都呈現 這種戰損後破裂的這種痕跡 主要就是像先前David講的 這樣的呈現的視覺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如果以後面來講的話 你就會看到 是兩種不一樣的顏色 前面大量的運用了一些 漸層 深淺 皺褶感 後面 它的顏色就比較屬於是一致性的 就是 利用了一些 小皺褶 呈現出來 前後的差距 算是非常的大 肌肉線條的部分 該給你有陰影的 全部都有給 而且肌肉是呈現這種 蠻大的感覺 然後手指的這種線條感 做的其實算是非常好看 然後這種陰影加深 就是為了呈現這種 肌肉的立體感 好看 護腕的部分 都是一個戰損的感覺 像上半身的衣服 已經整個破到 裂到腰肌這邊 這個飄逸的感覺 有完完全全的做出來 而且它在這一個地方 全部都有用了一個深淺的搭配 然後整個從前面一直破損到後面 然後前後的塗裝也是不盡相同 膠帶的部分 就是一樣 看起來 用淺色系搭配 然後 蠻有立體感的 褲子的地方 這種 比較暗部的陰影部分 就是集中在中間跟內側 然後整個皺褶感 非常非常的厚以外 戰損的感覺 這一次裡面終於有做出這種 類似受傷的痕跡 然後這邊也是有戰損的感覺 然後跟後面的配色 其實 肉眼這樣看過去 你不會覺得它移的非常多 就是漸層的表現感 不太一樣 然後後面 最主要是左右兩側 拉的這種線條 皺褶感的感覺 你會覺得真的 有在像 人類這種踢腿的樣子 整個褲子的線條感 是往外延伸的 然後這是往下延伸 算是非常好看 然後這邊也是 有做出一個戰損 褲管的感覺 所以 前後 其實還是 有一些 差距 只是沒有像 上衣 部分那麼來的明顯 鞋子的部分 David個人最喜歡這一種 左右 算很深色 但是 一直延續到中間 用了 這種 漸層 淡的顏色 整個有那種刷色的感覺 你會覺得 非常好看 紅色線條的部分 的做工其實也不差 這邊 做工也不差 而且 鞋子有給你這種 皺褶的那種 皮革感 也有完整的做出來 這隻一樣也是 左右 是一個深的 一直延伸到前面 跟中間部分 就是一個前 然後皺褶感 這種配色真的 算是非常非常的小混 而且也不得不說 做工 真的是不差 和細節 上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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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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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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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大家所謂的地台殺手 也是蠻大的 一個地台 旅遊壺形 含地台量到手的最高高度約在19公分 整體評價六顆星 中澤博之一貫的水準 整支其實 不管塗裝做工 都相當相當的到位 但是 就 你會覺得是一支好的景品 但是沒有讓人 眼睛為之一亮 或是非常非常驚豔的感覺 對大致上 以這種騰空姿勢來講的話 真的有營造出來 在天空 這種踢腿的動作 那如果喜歡悟空空的朋友們 David會強烈的建議 你可以入手這一支 頭雕當然是一個重點 衣服跟褲子的配色 甚至鞋子 其實也都搭配的 算相當不錯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